喂 站穩腳步 猛烈出拳 她是台灣級大拳擊隊王靖榮 有著一個與自己感情很好的雙胞胎妹妹 出生在一個菲律賓混血的家庭裡 家中是低收入戶 兩姐妹在國小時期和同學打賭輸掉 因而一起踏入了拳擊的領域 本來就是跟妹妹練習會比較好玩一點 我是國中一年級的第二學期才開始練習 國中的時候爸媽都是很積極反對 因為說自己女孩子打這個很容易受傷 如果萬一被打到昏倒怎麼辦 儘管家中父母起初反對 比賽的成績也沒有妹妹好 但她仍然在放棄之際 找到了自己的目標與夢想 教練建議她轉換跑道 多練習一項踢拳 過程中遇到了許多身體上的不適 但不放棄的精神讓她足以撐到現在 就去年的7月開始 剛轉跑道的時候 一開始是專向是學拳擊 然後突然又加踢拳 就是覺得就是 真的沒有發揮的很好這樣 嗯... 就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吧 保持自己好的心情 就是不要多想說 你這次比賽或是練習做得不好 下次還可以變得更好這樣 你今天不努力 日後還是會被別人追走 刻苦耐勞不斷練習 王靖榮為自己爭取到了參加萬冠軍賽的機會 雖然沒有能夠拿下名次 但她仍然努力向前邁進 記者 侯欣瑜 台中報導 請不要多 請示範